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呢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新闻呢肯定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顿达印啊 他曾经刺炸风云的顿达印啊今天终于去世了 虽然他身上还有很多官司但是来不及省了他早一步去世了 当然他那些案件肯定是不了了之了啦 因为呢 被告都不存在了 难道你要判他死刑吗 OK 好 so 今天呢你会看到呢 市面上所有的政治领袖不论朝延啊 都是一律的在讲这个顿达印的 好话 当然啦 OK 死者为大嘛 就算 他之前再怎么不堪 在他死的那一刻你怎样都要讲他好话啦 so 其实今天我想做一轮坏人啊 OK 我就想讲一下这个顿达印啊 我个人给他结论就是啊 他曾经刺炸风云的那几十年岁月了 我觉得他是 过大于宫的 OK so 为什么我说他过大于宫呢 要重复说起的首先你要先知道这个顿达印的背景啦 OK 我之前我有过一个视频是讲顿达印的 生平的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重复了 你只需要 知道一个重点就是了 就是呢 马特做多久的首相啊 这个顿达印就差不多做多久的财政部长 只有一小部分时间是给安华做去罢了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 这一个 顿达印做财政部长了 也就是说呢 马特他最得利的助手呢 肯定就是这个顿达印 OK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做一个结论就是呢 马特当政时期呢 他的所有政绩呢 这个顿达印的影子都跑不掉 OK 所以呢 如果是 马特在他执政期间任何的 过失呢 这个顿达印也跑不了这个责任 OK 好 so 先讲一些好的东西了 就是呢 很多人都说 顿达印做财政部长 就是8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马来西亚经济最好的时候 OK 那时候呢 这个亚洲除了有四小龙还有五小虎 马来西亚就在五小虎里面 80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 飞到很快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很缅怀那个年代 但是 其实实际上啦 OK 我必须要很坦白跟大家讲一句啦 80年代呢 是一个时代的风口啦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这个日本呢 他改变了政策 就是呢 他把他 日本所有的工业呢 献泥散花 然后呢 放去东南亚各个国家 建设工厂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 马来西亚就搭上了这一趟顺风车 不止马来西亚那时候其实整个东南亚的 都是经济起飞啊 你去看台湾 台湾经济起飞到更够力 台湾的今天跟我马来西亚想比它起飞到更够力 OK 80年代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风口 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工业的建设都是从日本那边释放出来的 好 OK so 你只能说 顿大印呢 起码在80年代的时候呢 他有帮助这个 马爹守城 至少呢 很好的迎接了这个时代的风口 没有把他给搞砸掉 OK 但是你说他创造奇迹 我是 完全不认同 这个奇迹不是他创造的 OK 这绝对是十四造英雄 而不是英雄造十四 OK好 So我现在讲一些不好的东西了 虽然我还是 尊重那句话了 施者为大了 但是 今天全世界人都讲的好话了 我在讲他 一些表面的好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老实讲了 So 其实 我认为了 马爹跟这个顿大印这两个我是绑在一起了 OK 我都 刚才已经解释了 马爹做多久的首相 差不多全部财政部长都是这个顿大印做 所以他们两个是绑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 马爹跟顿大印这个组合了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整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 他们 对于马来西亚 做出一个最大的伤害了 OK 就是 其实我问你一句 新经济政策 从1971年开始 到现在 差不多 50多年过去了 然后其中 大半的时间 都是 马爹跟顿大印这个组合 在操控 所以 请问 这个新经济政策已经操作了整五十年了 到今天 有什么成果 马来人是否可以 自力 自强了 并没有 不然的话为什么每天还这么恐惧华人 OK 然后 马来人的民族自信心 都是 有点抱歉的那种 不然的话也不会 这么畏惧这个华人 所以 现在 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新经济政策 Mate 他搞了那开头的几十年 最重要的几十年 为什么完全没有成果 其实你单单是 问这个问题 你就知道答案的了 Mate跟顿大印到底搞砸了 马来西亚什么 就是 那几十年 你们所领导的新经济政策 为什么没有 让马来人变得强大 你要想一下 在那八九十年代 没有错 马来西亚经济 是 飞快的成长 但是与此同时 那种 膨胆文化 也是 一起飞快的膨胀 成长 OK 那时候不用说 有多少巫统的高官 横党 一个两个发达了 Mate的儿子 每一个都是一万富翁 顿大印自己 身家也厚到不得了 OK 所以 其实 在八九十年代 巫统 就是 假借这个 新经济政策 然后 并没有 让 整个马来民族 变得强大 也没有让整个 马来民族 变得富有 他到最后 只是富有了 一小撮 巫统的 高官 喷党 OK 所以 你说 这个 Mate跟 顿大印组合 他们搞砸了 马来西亚什么 他们搞砸了 整个马来西亚 OK 最关键开头的那几十年 彻底的搞砸 然后后面的二十年 也不用想 可以纠正回来 没有这么容易纠正回来 OK 其实那几十年 他们如果好好的 去搞这个 新经济政策 不要搞 捧党文化那一套 他们真正的去把 马来人给扶起来 让马来人变得强大 让马来人可以真正的 很厉害读书 很厉害做生意 很厉害赚钱 而不是需要任何政府 给予的拐杖政策 请问 今天的马来西亚 还是今天这个模样 然后 今天 安华这个当朝政府 还需要在那边 投鼠机器 捏手捏脚 OK 什么政策 都行不通了 他永远都没有办法 摆脱 马来人的 因素 如果 马来的民族 是非常强大 比华人更强大 其实我希望他比华人更强大 我们很多东西都很好做 是不是 不修 畏首 畏尾 OK 很别承认 OK 歧视 我也不怕马来社会 看到这个视频 你们自己想一下 最大的罪人 是不是 马帝 跟 敦达 马帝跟敦达 那几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没有 办法 把马来民族 变得 最强大 最富有 最厉害 为什么不能 马来民族 照理由来说应该要 很厉害读书 很厉害做生意 很厉害赚钱的 但是为什么马帝 敦达 在那 在位的几十年 没有做好 这一个任务 所以你说 马帝跟敦达 这个组合 绝对是搞砸了 整个马来西亚 所以 就以敦达 这个人来说 我觉得 他一生 绝对是 过 大 与 功 虽然 在他今天的 祭日之上 讲这些话 有一些没有道义 但是我都说了 大家都讲得好 我再讲得好 就没有意思了 OK 我给出的评价 也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我没有特别的 摸黑他什么 我讲的东西 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是不是 OK 所以 总的来说 我在想我们的有足同胞 自己是否会 深思一个问题 就是 马帝跟 敦达银 过去巫统 这么多年来 所推行的 这些种族政策 到头来 到底是帮了他们 还是害了他们 OK 马来民族 今天 没有 办法 可以完全 摆脱 对华社的 恐惧 这笔账 要算在 马帝跟敦达银的头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